滾滾洪水来袭 脆弱的桥梁根本禁不起冲刷 越南中部和北部受到热带低压影响 从10月9号开始下起暴雨 引发致命洪灾和土石流 失踪人数从周四的21人攀升到40人左右 有317栋房屋全毁 超过3万栋房屋泡水毁损 至少2万2000公顷稻田受损 18万头动物不是命丧洪水 就是被冲走 其中灾情最严重的和平省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越南东部绵延的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 5到10月容易受到风暴侵袭 地形多山的北部是土石流重灾区 政府正在清扫影响路段援救受困灾民 并且部署上千名军警协助救灾 青台卡努来势汹汹 10月13号清晨登陆菲律宾的圣塔安娜 持续朝海南省和越南北方前进 进入南海后威力还有机会增强 今年9月杜书瑞重创越南中部造成11人死亡 中台凯沙纳2009年侵袭越南中部造成40多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大爱新闻周博线编译